轻转旋翼机 是一种将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融为一体的飞行器 其上安装有旋转角度超过90度的旋翼 其既具有直升机的垂直起降能力 又有螺旋桨飞机的巡航飞行能力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 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一些公司 竞相掀起了一股研制倾斜旋翼机的热潮 最初 许多航空专家对于研制这种飞机寄予厚望 但是 由于这种飞机的设计结构复杂 尤其是在对机翼旋转结构和旋转式短仓结构的研制方面 长期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 再加上试飞时击毁人亡的事故接连发生 因此 许多国家放弃了研制 只有美国贝尔公司和波音公司联合设计制造的V-22鱼鹰 是唯一一款已经进入军队服役的轻转悬翼机 该机于1989年3月首飞 同年9月首次完成由垂直起飞到水平飞行的转换测试 1997年 第一架量产型MV-22B运输机投入生产 1999年5月 首批MV-22B运输机交付美国海军陆战队 成为第一款服役的轻转悬翼飞机 作为美军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运输工具 V-22鱼鹰自从问世起 就受到了全世界各个军事强国的关注 不过 就是这款看起来风光无限的悬翼机 其技术可靠性却遭受到了极大的质疑 鱼鹰悬翼机发生过的飞行事故几乎举不胜数 以至于关于鱼鹰的新闻中 很多都是它坠毁事故的报道 其中最著名的坠机事件是在2000年 连续发生两次坠毁事故 造成多名人员伤亡 但是在此之后 美国国防部立刻成立了一个调查专家小组 负责找出鱼鹰多次坠机事故的真相 2001年4月19日 华盛顿特区专家小组公布了调查结果 认为事故的发生与飞机的性能或技术无关 同时 对鱼鹰的驾驶舱进行了重新设计 变得更方便飞行员和维护人员的操作 此外 鱼鹰的机组人员需要接受一个为期八周的特训 在各种环境下模拟鱼鹰会执行的所有任务 他们必须具备在任何情况下操纵鱼鹰的能力 直至2002年4月26日 美国国防部才再次批准 恢复对鱼鹰的飞行测试 V-22鱼鹰轻转悬翼机从上世纪80年代正式开始研制 到2005年正式量产 共耗费了20多年 仅试飞就用了17年 2007年的鱼鹰整机单价就高达7000万美元 要知道 那时一架F-16才不过4000万美元 有数字统计显示 如果按照总飞行时间计算 鱼鹰的事故万时率甚至低于普通直升机 基于CH-47制度杆和CH-53海上种马之间 还是比较安全的 得到认可的鱼鹰还在2013年 进入美国总统直升机中队 负责运送美国总统 国防部官员和其他重要人物 V-22鱼鹰运用了高度创新的设计理念 采用了双轻旋转翼设计 同时拥有直升机的良好起降和旋停性能 和固定翼飞机的机动能力 在机翼两端 各有一可变相的旋翼推进装置 各包含劳斯莱斯T406涡轮轴发动机 及三片桨叶所组成的旋翼 当推进装置垂直向上 产生的升力便可像直升机一样 垂直起飞 降落或旋停 在起飞之后 推进装置可转到水平位置 产生向前的推力 像固定翼螺旋桨飞机一样 依靠机翼产生升力飞行 转换过程一般在十几秒钟内完成 两具引擎以转轴及齿轮相连动 因此 即使其中一个失去动力 另一个也能让整架机继续飞行 鱼鹰机身拥有超过43%为复合材料制造 包括悬翼 大部分鱼鹰任务有超过70%时间 以固定翼飞机模式飞行 因此 它有比直升机更高的飞行高度 更远的航程 更快的飞行速度 鱼鹰设有四名机组人员 包括正副驾驶员 与两名飞行工程师 玻璃化座舱 集成化程度高 降低了飞行员的操作难度 鱼鹰可以输送24名军人 或者重9000千克的物资 以及外载7000千克物资 鱼鹰的悬翼可折叠 来减小所占的空间 所以 无论是在野外临时修建的 简陋停机坪 还是两栖攻击舰 或者航母上的甲板 都能成为鱼鹰瞬间腾飞的平台 V-22鱼鹰衍生了很多后继型号 海军陆战队版的MV-22系列 空军版本的CV-22系列 海军的HV-22、SV-22 陆军的EV-22等等 能够支持舰队后勤 战斗搜索、救援与特种作战行动 也可以搭载突击队员 完成登陆作战 与直升机相比 MV-22B运输机 具备航程远、航速高、载重大等优点 更适合用于空中运输和特种作战 以美国海军陆战队装备的 CH-46D海上骑士直升机为例 该机最大起飞重量11吨 最大速度268千米每小时 航程366千米 而MV-22B运输机的最大起飞重量27.4吨 巡航速度478千米每小时 航程超过2200千米 最大飞行速度509千米每小时 不仅如此 该机在满载条件下 曾创下8小时飞行3890千米的航程记录 如此大载重、远航程 使得部队全球部署 远距离作战成为现实 近年来 美国海军陆战队还将MV-22B运输机 纳入分布式作战概念中 未来 该机将搭载暗舰导弹 在西太平洋岛礁执行前沿部署任务 鱼鹰轻转悬翼机 自2007年服役以来 已被部署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 用于战斗及救援行动 2007年9月 10架鱼鹰从黄蜂号战舰上起飞 至伊拉克战场 在伊拉克的19个月 鱼鹰共运送了4.5万名官兵 和998吨货物 2009年 阿富汗·赫尔曼德省 美国对塔利班武装实施的军事行动中 鱼鹰机组以其低噪声、高速度 和精准的电船操纵系统 躲过了塔利班武装的侦查 顺利着陆并捉拿了武装头目 2011年2月 美国海军陆战队表示 部署到阿富汗的鱼鹰飞行超过10万小时 与其被质疑的安全性比起来 其实战的实用性 显然得到了美国各军种的认可 目前 美军还在研制新一代轻转悬翼机 包括贝尔V-44大型轻转悬翼运输机 贝尔V-280轻转悬翼机 和贝尔V-247轻转悬翼无人机 这三种机型分别采用不同的轻转悬翼设计 其中 V-44被称作放大版的V-22鱼鹰 两者采用相同设计 V-280作为下一代轻转悬翼技术验证机 发动机采用水平方式 固定在翼间 并通过驱动轴控制悬翼 实现飞机的垂直起降和水平飞行 V-247轻转悬翼无人机的设计更为不同 其发动机位于机身中部 通过翼间短舱和外翼旋转 实现垂直起降与水平飞行 后两种机型在技术上做出探索表明 美军对于轻转悬翼飞机的热情仍旧不减 尽管鱼鹰轻转悬翼机事故累累 研发过程一波三折 但它标志着直升机技术革命性的突破与发展 与常规直升机相比 它有速度快 噪声小 航程远 载重量大 耗油率低 运输成本小等优势 但由于它在操纵控制技术 及操纵系统动力设计等方面的技术难度 也注定了鱼鹰的研制周期更长 研制费用更高 气动性更复杂 可靠性及安全性低等特点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 目前V-22鱼鹰的累计飞行时间 已经超过60万个小时 这一飞行小时数 由美国海军陆战队 空军 海军及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超过400架鱼鹰 共同完成 由此可以看出 鱼鹰特别受到美国军方的青睐 性能方面也相对比较成熟了 V-22鱼鹰轻转悬翼机 现在国际用户由以色列和日本 分别采购了6架和17架 从寡妇制造者到总统坐机 鱼鹰的安全性得到了认可 轻转悬翼技术也射箭成熟 美国贝尔公司研制的新一代轻转悬翼机 V-280也已经完成了首飞 现在除了美国 很多国家也在研究 轻转悬翼技术 事实上 作为一种特有的机型 轻转悬翼机在诸多作战场景中 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请持续关注我们 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 又能浏览往期的精彩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